那么也是需要有很多措施的解决 包括我们怎么支持高水平的研究大学 那么也要加强基础研究的人才的培养问题 所以基础研究刚才我们说基础研究薄弱 不仅是投入问题 其实很关键的是人才培养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呢 现在我们的这个研究性的大学 高水平的研究大学 包括我们的中科院 我们的这些科研院所 那么在稳定支持的同时 怎么样能够加强人才培养 通过那个基础研究的人才培养 那么呢这个就需要有搭建 需要有很多好的条件 不仅是一个实验室 还有国际合作的平台 还有这方面的导师 那么在这些方面的话呢 也是我们的重症之重 这次五中全会同样提出来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开放的人才政策问题 就是这个提出来要构建 聚集国内外优秀人才的 科研创新基地 所以呢这个总书记提出来 我们怎么样拒天下英才而用之 怎么样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 不为地狱 不求所有 不拘一格 要引进人才 开发人才 用好人才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特别是对当前我们说 我们仍然是要面向全球 要用好全球的各种各样的人 创新人才的资源 今天可以看到技术移民呢 实际上现在已经是这个 大约占到全球人口的3%左右 那么2.3亿的这个 这个移民 就是在国际上这个移民当中 70%是劳动力 是技术人才 那么在这个流动过程当中 那么它的这样一个影响力和价值 我们说我们要特别要关注 我们今天在美国 我们说美国打压我们 但是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硅谷 大批的都是我们中国的学生 那么创造的这个最好的论文 那么呢 和它的创新成果 怎么样能够我们说 吸引这些 我们说海外的 首先是我们的这个学子 那么也包括外国人才 那么对这些创新人才 怎么样用各种方式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集聚 来建设我们的科研创新高地 所以这个人才高地 首先是要打好 要有一个好的平台和好的制度 好的政策 比如说我们说呢 这个这个 我们怎么样能不能实施 向面向全球的科技人才的荣誉制度 我们把我们的奖励制度 荣誉制度能够面向全球 怎么样强化我们科技制度 科技 我们国内的这种科技 奖励的这种荣誉性 更加注重它的精神奖励 怎么样能够使这个海外的人 外籍人才和中国公民一起 能够参加我们的国家的这种科技奖 总之呢 就是海外古人才的工作 要继续要做好 要更多的能够突破国际的限制 能够向他们激励奖励 通过各种方式引进 包括我们说一些访问学者 各种各样的措施 包括我们组建 参与国际重大大科学的工程 在国际学术组织当中 担任领导职务 我们走出去培养我们国际化的科技队伍 我们推荐我们的青年人 在国际组织学术组织来进行认知和锻炼 逐步让我们的科研的人才 科研的管理人才的国际化 国际化 这些方面的话都还是需要 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那么这个方式 开放的用人机制 开放的急剧机制 才能打造创新的高地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 我们的合作 我们的学术交流 只能越来越多 越来越开放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是要跟美国要争锋相对的 要能够在人才竞争当中 在人才争夺当中 这步棋我们要拿下 就是说我们要抢先 不能再落后 在这问题上 所以面向这个 这个未来我们对外的合作的方面的话 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也就越来越关注 我们的海外人才和国际 和国际人才 那么呢 实现我们的 真正的强国 科技强国 应该是国际化的 所以我们也能够更多的形成国际科技治理的这样一个共识 来形成我们的法治环境 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 那么在这些方面 我们还需要 这个 做到世界一流的话 我们就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这是应该说是在人才方面的几个 未来我们几个重点 重点我们的重心在什么地方放在什么地方 当然了我们在其他的领域 其他的领域当中 我前面说到的十种 各种各样的类的人才 都需要 创新 我们的体制 机制 那么创新我们的政策 那么更好的 把自己本领域的人才队伍 能够建设好 总的来说的话 所有的这些人才 都具有创新 创造 性劳动的这样 这样一个特征 要围绕着这个特征 来去做做好工作 那么呢 第四点呢 就讲一下 关于这个 科技体制 机制 创新 加快建设 科技 强国的问题 那么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说呢 强调的 就说呢 这个 我们的科技队伍 运藏着巨大的 创新潜能 这是一个非常肯定的 肯定的这个 一个判断 那么呢 关键是要通过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 把这种潜能 有效释放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 今天说 科技创新 体制改革 那么这个 体制机制改革 要想建设科技 强国 很重要就是 要通过改革 把这种潜能 有效的 释放出来 所以总书记 在这里面就强调 说这个 我们的政府 要做的就是 为他们创造良好环境 提供基础条件 发挥好组织 协调作用 要加快科技 管理智能转变 把更多的精力 从分钱分物 定项目 转到定战略 定方针 定政策 创造环境 搞好服务上来 这个 所以在这 在这方面的话呢 还总书记 还提出了 要加快 科研院所改革 赋予高校科研机构 更大自主权 给予创新领军人物 更大的技术路线 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 要坚决破除 为论文 为支撑 为学历 为奖项 那么呢 要有台证科研的 投入机制 改变部门 分割 小而散的状态 特别是 这个对于科技力量 怎么统筹 国家怎么统筹 那么这些问题呢 总书记都提出来 提出来一个要求 所以我说呢 这个我们 当前呢 就是要怎么 未来抓好 用我们的制度建设 这个 用我们的管理改革 来抓好落实问题 抓好落实问题 所以在 在这方面的问题呢 其实都是显而易见 我们说呢 在体制机制上的问题 那么在改革过程当中呢 其实 很重要呢 就是说 改革 科研创新体制的改革 就是需要调整 它的基本对象 那么也就是说 一个是科技产权关系 一个是科技组织模式 一个是创新资源 配置方式 等等 那么在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 一个呢 就是说 要理群 科学的产权关系问题 实际上产权是 改革的核心问题 我们这个 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 绝大多数 都是我们的工友 那么呢 对于产权 实际上指的是什么 就是科技成果 科技成果的产权边界 那么也就是说呢 为什么要有股权 那么就是来形成 保证国家 单位 个人 或者说团队 三方的利益均衡的产权关系 这样的话 才能更好的发挥积极性 所以总书记呢 就在 这个谈到科研问题上 说最激励问题上 说最大的激励 就是产权激励 产权激励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 产权激励这篇文章做好 那么这样的话 才能够促进 我们的科研活动 和成果转化的良性循环 所以在这方面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的科研机构的问题 那么科研机构呢 怎么样能够形成 更好的证研关系 不要把我们的科研机构 都变成一个政府的附属物 那么都变成我们的这样一个 应该科研组织 就是我们的 科研体制的微观基础 是我们的这个活力根本所在 也是我们的改革重点 所以针对科研机构的运行当中 所突出了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所有者不到位 管理者不敢为 这种治理结构 所以科研的 这个治理结构 不健全的这个问题啊 实际上是当前 我们在科研院所 怎么建设一个 现代科研院所 怎么更好的放好自主权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任务 第三个 怎么强化我们的 创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这个进程 所以呢 作为一个 我们说呢 这个 特别是来促进 我们的科研金融 蓬勃发展 需要政府提供强大的支持 那么呢 同时呢 也有一个 实现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 这就更需要怎么发挥好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促使企业这个创新主体地方地位啊 不断的增强 现在我应该说 这个企业这个创新主体的地位 还没有到位 还没有到位 那么呢 怎么实现企业对科技活动的反谱和激励 形成这种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驱动最终是 驱动的是 这个主体啊 是驱动是这个 主体的发展 形成这样一个良性循环 所以在未来过程当中的 我们的改革就显得 至关重要 在无论在产权关系 还是科研组织协同机制 治理体系方面都需要加快这种改革的步伐 首先呢 就是要加强我们的体 这个完善我们的这个 治理体系的问题 怎么优化我们的规划体系和运行机制 推动重点项目啊 这样一个基地人才资金 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 所以呢 总书记强调呢 创新决胜未来 改革关乎国运啊 科技领域是最需要不断改革的领域啊 这话说的非常重啊 就是科技领域是最需要不断改革的领域啊 所以呢 这个啊 核心的问题就解决我们的治理体系啊 我们能怎么样去完善我们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 深化产学员的合作啊 这些那个改革的搭建系统的一个框架 优化我们的规划和运行 机制啊 那么呢 推动重点项目啊 人才物啊 项目人啊 这个基地人才啊 和这个这个这个一体化的配置 在这方面的话啊 才能够形成战略性的科技力量啊 来促进我们开放协同和共享啊 共建共享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创新 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国家创新体系啊 创新体系的建设啊 这个啊 使我们的这种创新制度的安排啊 能够不断的动态调整 优化 重构啊 来和我们的创新活动相适应相匹配啊 相适应相匹配来发挥好我们的制度制度优势啊 在这方面的话呢 这个实际上呢 我们啊 这个企业也好 高校科研院所作为创新主体啊 那么关键就在这个创新链当中都有它的功能定位啊 怎么激发它的活力啊 那么实际上就是要强化 首先就是强化我们的顶层设计问题啊 强化我们的规划啊 以及它的运行运行机制啊 运行机制问题 同时呢 我们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啊 我们的这个治理体系还涉及到我们的组织模式的创新啊 我们的配置机制的创新啊 我们的创科技创新人才的发展 以及啊 我们的创新这个网络的发展 以及科研创新投入等等多个领域 对体制机制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啊 体制机制 所以呢 在这方面的话呢 就是一方面是要搭能够这个做好啊 包括我们的这个创建议当中提出来的 创新的投融资啊 人才的服务管理啊 成果转化呀 空间布局啊 这些多方面来来来推进我们的啊 推进我们这方面的改革吧 推进我们的改革 再一方面呢 就是按照这个建议说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大幅度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的成效问题 实际上呢 知识产权保护就是刚才我们是谈到的这个产权啊 深化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方面 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了 那么在这方面的话 怎么样能够形成基地发明啊 这个均衡利益啊 便捷交易啊 促进发展的这样一个良好的这种局面 这个怎么样将原创性的科研活动和国家地方的经济发展啊 那么紧密关联啊 那么呢 引导啊 我们的高校院所形成市场导向的这样一个科研体系啊 支持他们建立成果形成 发明公开专利获取交易撮合 这个技术许可或转让啊 这样一个核心链条的形成这样一个技术转移链条了 技术转移链条啊 那么在这方面的话 也是需要 来这个 我们进一步来创新的啊 比如说我们支持行业组织啊 建立科学规范的服务标准和服务质量啊 怎么促进第三方的服务提供商的发展呀 怎么繁荣我们的技术市场啊 促进互联网家智能家的技术交易发展呀等等 这些呢 都是我们说要要着力 来啊 来推动的啊 来推动的创新和改革 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的科研 就是我们的科研院所的改革来扩大自主权的问题 自主权的问题是总书记啊 反复强调过的啊 那么我们因为作为事业单位这种类型啊 缺乏独立的专门法来赋予规范啊 和促进发展啊 所以说呢要首先要及待研究我们的科研机构啊 科研机构他的法定的这样一个啊 职责那是什么啊 那么呢呢 这个给他一个独立的这样一个法人的地位啊 那么来促进他的这个啊 本身的自主的运营啊 和发展啊 所以现代的科研院所的制度啊 的完善是我们开科研创新啊 的一个必啊 一个必备的这样一个条件啊 所以在这在这方面呢 呃 我们要想啊 这个打造一个啊 这样一个呃 科技力量体系 那么首先就来源于我们的国家试验室和国立的科研机构啊 所以在这方面的改革呢 呃 一定要打破我们传统的这种试验单位的这种管理方式啊 这种管理方式组织模式啊 那么在这在这方面的话呢 应该说我们也有些啊 过去也创造了很好的经验啊 那么这个有些 当然了这些呢 可能复制起来就比较困难 比如说北京的生命科学研究所啊 那么这个作为现代的啊 这个科研机构应该说就就就就不错啊 再比如说我们的中科院啊 对于这个人员的管理方面也创造了很好的经验啊 那么人员的流动啊 人员的管理啊 人员的支撑啊 这些方面啊 我觉得这些方面的话呢 呃都是我们在把啊 怎么样能够啊 使我们在改革过程当中啊 真正面临我们科研院所的一些突出问题加以解决啊 呃 再一个的话呢 就是项目管理的方式啊 啊 那么呢 也提出来项目管理方式 怎么样实行接盘挂帅 这些制度啊 这些呢 就实际上就是啊 使我们科研院所在项目管理方面 怎么能够啊 形成啊 形成一个啊 统一的啊 这样一个一个一个啊 呃 协同开放的这样一个创新啊 那么也就是或者说深化我们的产学研的这样一个一个一个改革了 改革了啊 啊 那么呢 这个 呃 包括我们啊 创新的采购政策啊 呃 以及我们的一些这个这个这个啊 说到的我们探索重大项目的这种项目官员制度啊 呃 我们的挂挂啊 呃 接盲挂帅啊 实际上就是反映着我们的项目负责人啊 这个怎么样能够从过去的这种啊 呃 实际上啊 呃 这个不是啊 真正的这样一个这样这样一个法人的位置 他就啊 呃 没有多少自主权啊 所以他的管理什么样提升我们的管理效能啊 在这在这方面有很多啊文章可做啊 所以呢 这个针对不同的啊 科研的呃组织和项目啊 其实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啊 不同的方式来创新啊 足不减少这个我们现在这种 呃 保护性的啊 这种这种或者说是啊 行政化的啊 行政化的这种这种色彩啊 第五个呢 那就是完善我们的金融啊 支持创新体系啊 形成新技术产业规模化的应用问题 怎么样加大这个研发投入啊 健全政府投入为主 社会多多去的投入的问题啊 加大对基础啊 前沿的研究支持啊 等等这些问题呢 实际上就是呃最大的问题就是啊 提出来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啊 呃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金融 怎么样能够更多的啊 采取一些啊 呃对实体对我们的科员啊 科研工作啊 科研工作的这样一个创新啊 这样这样一个支持力度啊 那么就需要呢 就需要呢 这个优化我们的财政啊 科技的投入机制啊 赋予这个啊 我们的这个团队有足够的技术路线的决策权 经费的支配权啊 资源的调通权啊 呃 给予他们这种宽松的这样一个 就说十年磨一剑的这种耐心资本和宽松氛围啊 让我们的经费真正为科研人员的创造活力服务 所以在这个投贷联动啊 知识产权抵押呀 股权众筹啊 以及资本市场这些方面 都有我们的探索的空间啊 也就是说支持我们的科研创新的金融啊 这个创新机制啊 呃 来稳定的来推进金融科技和科技金融的联动发展啊 呃 包括我们现在将区块链啊 这些技术在在这个啊 科技金融领域率先来应用了啊 呃 那么在这方面的话 可能也还有一个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 瞄准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呃 这个这个科技创新的资本市场啊 逐步的吸引全球的科技创新的创业的啊 来华融资和发展啊 融融资发展啊 这样的话呢 在搭建这样一个大科学的平台上啊 那么特别是我们这种科科创中心的城市啊啊 我们的科学城啊啊 来打造世界级的这种创新资源的配置枢纽啊 在这方面的话 我们比如说我们几个创啊 科学城啊 在这个融资方面 科技融资方面呢啊 都是下了功夫 而且创造了一些啊 很好的经验啊 第六个呢 就是评价问题啊 就是怎么样优化我们的项目啊 项目评价啊 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要生通过生化改革啊 是我们的评价 怎么科学化专业化社会化啊 那么谁使用谁评价 谁引进谁负责啊 来来这个这个这个 是我们的啊 从人才评价到项目评价到机构评价啊 特别是优化我们的项目 项目评价的问题 那么这方面的话 改革奖励制度非常重要啊 从申报足部转向推荐啊 我们现在都是申报制度 足部能不能转向推荐啊 引导社会机构 规范有序的承接和组织啊 科技评价活动 合理的减少政府人才的 这各种计划呀 那么包括采取一些后补助啊 我们刚才说到接绑挂帅啊 等等这些形式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形成啊 形成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一个一个机制啊 形成一个很好的这个机制 这也是啊 我们说呢 需要我们各个科研部门的来去深入来探索啊 用各种形式来探索 开放啊 我说呢就是要设立面向全球的这样一个科学研究基金的问题 怎么样促进我们的科研开放 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的创新自信啊 我们怎么样能够积极的扩大我们科研对望开放啊 怎么样利用多边合作机制和合作渠道啊 来这个精准的选择合作领域啊 来深化我们的这个研发的责任共担啊 创新利益分享的合作合作伙伴关系啊 在这方面的话应该是在国际开放方面 我们还有很多空间啊 甚至我们可能还存在了一些短板啊 那么呢 这个怎么样能够使我们成为世界级的创新信息交汇之地啊 呃 这就是需要我们给予创新人才充分的国内外交流的便利了 啊 所以在这在在在这方面的话呢 应该说啊 我们啊 要来推动啊 将来我们呢 你啊 呃 推动啊 我们将来在未来产业还有一些国际规则的啊 这些规则你能不能去制定 你能不能参与啊 呃 那么这些呢 这个是一既是一个啊 我们的制度啊 我们的制制制制度的创新问题 同时也是我们啊 我们推动科研创新呢 今后怎么样啊 呃 更加开放更加的这个面向全球啊的问题啊 这样的话呢 你才能够朝着啊 强国大国啊 呃 来迈进 所以我们说呢 上面我就通过 呃 为什么啊 我们说我们要搞把创新 科技创新啊 放在这么样的位置 重要的位置啊 它的重要意义要充分认识 啊 同时呢 我们要考虑要要要要要研究我们啊 如何抓住我们的创新的关键核心的领域来破解啊 还要抓住我们的人才问题还要抓住我们的体制机制改革问题啊 我想在这些方面的话呢 呃 中央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方向啊 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 那么下一步就说我们通过各系统各部门和啊 各地方啊 以及我们的这个科研单位 高校院所啊 高校这个这些呢 我们啊 怎么去抓好落实啊 学习贯彻好啊 在十四五啊 这个规划的实施过程当中 真正使我们啊 呃 实现我们的提出来的各项啊 目标和任务 好 我这一讲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